我平常蠻貴的 因為為了這位好朋友 一定要來替他做影言做個開場 這位好朋友他大家很關心他 他平常記者會也緊急在開 包括這位是第一次做唱片發布的記者會 希望大家他現在很緊張很緊張 大家等一下給他多多的鼓勵 大家一定有很多的問題想要問他 在他出場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 最新的專輯的MV片段 《你不孤單》 另外一種是比較從來沒有做過的 黑色系列的服裝 他們稱之他叫做台語版的阿密特 Linda 那今天到底是Linda還是龍千玉來 一人分飾這樣講 來有請Linda還是龍千玉 漂亮 今天走來 都走來是Linda 來來來來 跳舞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我是Linda 先接受大家給你拍照一下 凱西擺破 凱西 從來沒有看過龍千玉穿褲子 不是 褲子 就是很少很少的裝扮 認識他這麼多年都緊滾 皮靴 所以 在這裏進裝的裝扮 我們先從右手邊開始 右邊 然後中間 右邊 對 右下 左下 左下 來 揮手再一個 來 再一個動作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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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嗎 好 右邊 需要拍一下背面嗎 以前真的沒看過 認識龍千玉快五十年 對不對 二十幾年來沒有看過這樣的 那個 進裝打扮的龍千 想要進軍好萊塢 他有一些 盜墓的情景 看起來 蠻OK的喔 江湖少年就不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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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破壞到你的臉書 好久不見 鵬哥好 好久不見了 大家好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龍千玉 大家都知道在歌壇的龍千玉 算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很多人都說我是公務人員 歌壇的公務人員 兩年出三張唱片是嗎 沒有 差不多每一年都會出一張專輯 兩年三張都要幫你補到 是 然後這一次就想說 因為在歌路上做了不一樣的改變 所以在造型上呢 也跟著有一些突破 歌路改變 剛才聽起來說 身體好像有拉高的喔 對 我這一次就是製作人呢 在幫我定屁的時候呢 一直在喘 後來他幫我定了兩個 高了兩個全音 然後他發現說 其實我有一種 蠻美的那種聲音 對 自己這樣說的 不好意思 對 然後但是這個聲音呢 是我以前不敢嘗試的 對 那老師覺得說 那個聲音很好聽 所以他覺得呢 可以高兩個全音來 來詮釋不一樣的歌曲 所以才會有龍千玉跟琳達 兩個不一樣的角色 對 這種高音把它區隔開兩個人 對 那也第一次嘗試的 比較高的唱法 是 對不對 好過減弱就對了 還不錯啦 那以後可能挑戰那種舞曲啊 變唱變調嗎 靜莊的這叫 以後 如果觀眾喜歡的話 好喔 活到老學到老嘛 對啊 那這次大家對你的造型推出的反應 是怎麼樣 你的歌迷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驚艷 就是很有新鮮感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子打扮過 是